人人都渴望财富自由,那么有没有一些方法来帮助我们改变思维赚钱呢? 暴力赚钱思维,我们经常说,一,做事,富人叙事看,穷人等等看,富人做事民于行,穷人做事民于私。 在前途未卜的情况下,富人会先做起来,而穷人则是观望。 二,决策,富人坚决过断,穷人犹豫不决,富人决策思想是,宁可过错,不能错过,穷人决策方程是宁可错过,不能犯错。 三,困难,富人找方法,穷人找借口,面对失败或困难的时候,富人会先帮百姓寻找解决的方法,而穷人只会找推荐的理由。 四,增收,富人想开源,穷人想节流,富人财富观,是广看开源,实现财富增长,而穷人不懂开源,只会通过勤俭持家,以期获得财富自由。 五,金钱,富人靠借钱发展,穷人靠存钱生存,对金钱上,富人不会让钱趴在银行账户,而是通过再投资,甚至借贷实现过需求发展,而穷人只懂得把钱存进银行车利息。 六,项目,富人先考虑机会,穷人先考虑风险,一个新的项目,富人首先考虑的是机会,如何抢占先机,穷人首先考虑的是风险,万一赔了杂败。 七,事业,富人永不止步,穷人效富极安,在事业的追求上,富人很贪心,永不止步,而穷人则是很安心,不求大富大贵,只想效富极安。 二,信心,富人说没问题,穷人说我不行,面对挑战的时候,富人有强烈的自信,会说没问题,而穷人则是自我否定,会说我不行来逃避挑战。 九,人脉,富人之关系网,穷人之人情网,富人的观念是人脉就是钱网,穷人之旧关系网打造自己的人脉银行,而穷人之旧的只是人情网,并不能给自己带来钱网。 神,方法,富人靠是挣钱,穷人靠利挣钱,富人善于分析,犹如下棋走一步看三步,靠去是挣钱,而穷人平于分析,网好看到的只是眼前利益,所以只能靠利器挣钱。 狭路相逢勇者胜,这么多人追求金钱,也只有那些有胆量的人最终会胜出,因为他做到了很多人都不敢做,做不到的事情。 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,只是两人都带上各自的货物,弟弟笑呵呵的说,我想的完全跟你相反啊,你想一想,如果山很高,天气热,其他做生意的都放弃了,我们岂不是可以赚得更多? 哥哥听了点点头,无比惭愧,弟弟的可贵之处在于,他能涉足别人不愿意涉足的领域赚钱,获取背后蕴藏的巨大利益。 这不仅仅是眼光也还有勇气的结果,金钱往往夺在勇气的背后,现在这个社会,和一大群人分一张比十分有限,有勇气的人从来不会埋怨老天不公,他们用实际行动,去寻找钱藏在生活当中的机遇。 突破全规导致的惯例,尽管有各种环境和困难的阻碍,也能努力改变和创造条件,有勇气才能拥有更多的机会,赚更多的金钱。 商人就是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,2800点之下众生相,但在下跌面前,投资者因为道好和功率不同,反应也大相近平。 有的投资者心理防线早已被恐惧摧毁,仓皇抛出手中的股票,但也有经历过几轮牛熊的资深投资者,不惧静止回撤,但并满舱穿越。 故事的波动是人性的波动,有人越低迷越便宜越买,但普通投资者往往在黑暗的尽头,难以承受超越心理极限下跌之痛苦,放弃了筹码。 断癌清汤者,在2800点附近,断癌清汤者不乏普通的散户,魏姐尽管是一位老股民了,但错过了2017年白马古道上涨汤秦后,魏姐所持有的白马品种回撤幅度也在15%以上。 当户只从3500点下来跌破3000点时,魏姐已经开始动摇,除了散户,也有部分私募机构,或于禁止回撤压力。 而主动清汤,华南某管理规模第一十亿元的私募负责人产言,但因为配置了部分成长股,满仓穿越着,但在当前位置上,也有多位资深投资人,毫不纠结地选择了满仓持股。 新思哲投资董事长韩广斌有着20多年的投资经验,在他的投资生涯中,韩广斌在当前时刻选择了满仓穿越。 他说,投资就是一场反人性的修行,在仓位方面毫不纠结,但这点听起来容易,做起来还是很难的。 在此点位,某知名投资人近期的观点也非常有代表性。 黑暗的镜头是牛市。 你赚钱的方式,决定了你的层次,如果说花钱是艺术,那么赚钱,就是一门学问了。 除了每天的朝九反物,学会抓住机遇,利用下班时间增加收入,是每一个现代人,都应该要有的技能,未来拥有这种能力的人最抢手。 如果只是消极的等着机遇再次光临,相信总会有机遇降伏于你,而不是主动出击,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机会。 那么,本来的只有失败的痛苦和教训。 所以,对于机遇,你一定要抱有正确的态度,要以清醒的眼光,敏锐的洞察力去审视周围。 机会的降临有一个过程,但如何等待也是一门学问。 消极的等待是浪费生命,而积极的等待却完全不同。 积极等待,是做了一切应做的事前准备功夫后,等待结果,今后成果的实现。 也就是说,在付出了必须付出的劳动之后,在结果被明朗化之前,耐心的关注事态的发展。 在等待期间,内心盘算下一个步骤,任何一个时代,按住就班的学习、工作, 便只能拿到按部就班的收入,而能够发现时代脉搏,掌握行业趋势的人,顺势而为的人, 才能串取超过常规的收入,实现阶层的越前。 小米C一风雷军,有句名言,站在风口上,猪都能飞起来,招出时代的发展趋势,才能把握个人发展的机遇。 多学一个技能,就多一种可能。 最赚钱的方式赚钱,实战案例。 技术要点,五日线买卖技巧实战图解。 一,股价远离五日均线,股价在下跌的趋势中,当暴跌或者急跌远离五日均线的时候, 股价规律拨打,五日规律律升盘达到了10%到15%是最佳的买入时机。 二,股价经过一段时间的下跌之后,三,五日均线由上升状态开始走平,股价向下跌穿五日均线, 当五日均线在高位已经走平,股价跌穿五日均线,说明短期内卖盘汹涌, 短线投资者应该逢高了结。 四,股价反弹时短暂突破五日均线,但是很快又回到五日均线下方, 这时短线迈出时机。 五,股价在均线上方远离五日均线,并且五日光离率达到百分之十以上, 说明满方力量刷截,有回调的需求。 五日均线运用中需要注意以下两点。 一,均线运行的角度必须抖翘, 二,股价或指数必须处在一个非常明显的中长期上升或下降趋势中, 且必须持续延五日均线上涨或下跌。 股票介绍技巧,背套之后,我们可以根据技术分析做出以下操作。 一,以讨劳时,根据图表分析,如果所买入的价位处在高位必须立即止损。 二,如果所买入的价位处在中位,可以依据当时的情况暂时观望, 依旧的检测立场,或者逢高检仓降低时。 三,如果所买入的价位处在低位,则不必急于止损。 应该在所买入的价位下跌起稳之后,在重要的支撑位赶于低位补仓, 探成稳,在接下来的反弹行情中将高位套牢的仓位一同就出来。 四,如果所买入的价位的处在上升趋势,则不必止损。 耐心的只有一段时间,必然会解套,甚至还会有较大盈利的可能。 五,如果所买入的价位处在平衡震荡趋势中,也不必立即止损。 耐心等待该价位进入震荡循环高位,一旦解套或者损失很小的时候,应该果断离场出局。 六,如果所买入的价位处在下跌趋势,一旦确认下跌趋势已经形成,应该立即止损。 绝不能换得换时间成幻想,任何的迟疑和忧郁,都有可能换来深度的套劳难以自拔。 传统散户的几套思路,10元跌到5元,涨幅50%,5元涨回来10元,涨幅100%,结论,浪费时间,增加成分。 是不是很熟悉,是的就是很多散户采用的方式,这种方式既浪费时间,又增加成分,到头来也没有赚,没有什么意思,还挺累。 计讨的三大务区,命死不慢,相信总有一天会上涨,二越跌越补仓。 这是散户入股之后不断亏损的最大原因,解套是注意。 一,四,由强势股换掉弱势股,弱势股的特征,如果大盘调,弱势股就随着大盘回落,幅度往往超过大盘,如果大盘反弹,弱势股即使跟随大盘反弹,其力度也较大盘弱,大到质减,简单的才是最有效的,简单的才是最有效的。 那么你就会愿意付出更多努力追求简单。 在市场中,为什么简单才是最有效的? 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一点,基本面交易者可以专门交易成长股,或者在细分为互联盟领域的成长股,或者保守的交易者可以专门做篮筹股。 大到质减的另一个要因是抓住重点,有个恶有法则,我有一同学,有时候,面对沉默成本,用一个最清闲的例子来说,沉默成本告诉我们,遇到损失,要及时止损。 人生最大的效率在于,有勇气来改变可以改变的事,有度量接受不可以改变的事,有智慧分辨两者的不同。 很不下心的时候,想想那只恶语,几条简单的经验体会,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太空,错过无非就当没来过,做错才真的致命,而不是什么样的机会都值得参与。 三,信号第一,铁的纪律,不受个人的情绪影响,它是从由战胜市场转变为顺应市场,由主动性交易转变为被动性交易,操作主要考虑在运变,而不是在运策上。 四,抓住赤盘。 五,不赞成股票下跌后,来入股仓,摊薄成本。 六,不赞成,因为跌多了跌久了去抄底,底部都是事后走出来才知道,虽然回头看好像无比清晰,但只身适中很难辨别。 不然人家凭什么那么便宜把股票卖给你? 七,抄底最难的事是什么? 我认为就是方向选对了之后,如何能更坚持,人的本性若脸是错误的,寻求机会扩大化,而不是实力若继续扩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帮我贴近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